川普即將再度入主白宮 而他的新的貿易政策 也會牽動到全球的經濟 對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今天邀請央行總裁楊金龍 還有財政部長莊翠雲來報告 楊金龍他也在報告中提到 他建議我們未來 應該要來擴大對美的採購 也再來提到他稍早的回應 我們對美國的順差增加 這個很簡單 謝謝 好 可以聽到楊金龍簡短的回應 但是他在書面報告中也示警 未來台灣被列為匯率操縱國 可能會成為常態 並且美國現在的新的政策 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可能會加劇對台灣金融市場的波動 而且如果造成了全球的通膨的話 也要注意外衣效果 是否會影響台灣的狀況